好最后一个关于这一个跳转这个语句 首先一个呢我给大家看一眼 Blake我们用过没有 用过了吧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Blake它的作用是 首先Blake作用跳转switch语句或者循环语句 跳转是switch或循环 它不是跳一幅那种语句 它是跳循环的 好我们来switch那个我就不写了 好我们接着刚才那个例子啊 那我就接着刚才那个例子 接着vi 好这个代码和这个资本一样的 那我就拷贝一份啊 18 然后接着我们来一个变成一个19Blake 好那我们看一下19这个代码啊 19这个代码呢 就是刚才那个 那我现在要做一个操作是看这里啊 大家给我看一眼啊 在这里面我现在来做一个操作 这么一个操作 我稍微变一下 在这里 我不那么打印 我在这里面你爱家家玩的之后 那接着我可以看一下一幅 你的number 我这么来写 如果你等于5 那我现在我先先来看一眼 如果你没有你没有没有整那个时候 我写number 我写一个number等于百分号d 我放在里面 可以吧 好 number 那我们看一下它现在什么一种情况啊 就是19 是一到一把 好 现在我来做一个操作 就做这么一个操作 做什么一个操作啊 一幅 这一个 看在这里啊 我现在来做一个这么一个操作 我如果这一个number等于5 那我来一个blank 看到了 我先来个blank 好 回到这里 清一下这个 我这一个number 我这个我编译了吗 我这个保存了没 好 回到这里 好 接着我最后点斜杠的时候 你看到在这里 最终这里面呈现 不是说特别好 每一个到5的时候 每一个 你看到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 我后面打到什么地方了 95 好 这种啊 这种不是他看起来特别清晰 我稍微改一下啊 我改什么东西呢 我在这里面 大家看一眼 我这个循环的地方 我现在不用number number那个叫正常的门路 我现在来一个 如果我这个接等于5 我就要让他一个blank 可以吗 我接等于5的时候 我让他blank 好 接着 那我们看一下 你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 J等于0的时候 我这个加 然后接着我就打印了 好 当你J等于多少的时候呢 当你等于5的时候 当我等于5的时候 你看到哪个数字是没有了 6那个没有了吧 6那个没有了吧 好 接着下面也是类似 每一次到什么时候 你看到每一个你在这里面 你是到6的时候没有 下一个是到什么时候没有了 对 12的时候没有 因为每一次都是到6的时候 第4是6 下次12 下次多少 18了吧 好 类似那么一个循环 好 接着 现在是欠套来弄啊 欠套来弄 看不出一个 那我们 现在 回到这里面 inter ment 现在看着 我用一个循环 让他看清晰一点嘛 inter i等于0 for循环 printf for循环 i等于0 i小于10 回到这 那现在我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 我 正常我打印一下 你i的值 签套的时候 不太好看啊 百分号d 来个写个什么 i了吧 好 现在我打印的时候 应该0到多少 这个 10能打印出来吗 不能嘛 0到9了吧 好 gcc 19 0到9了吧 好 现在来看一个if 如果这个等于5 还是刚才那一个 我就来一个blake 让我们看一眼 发现有个什么问题 中断了吧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一个是不是说我的blake 我是干嘛 是跳出 就是当前的内循环 就算当于说当我们这个等于5的时候 我这循环我已经跳出来了 我还能不能往下走 不能了吗 不能吗 好 现在来一个 现在看这里 如果有两个循环怎么办呢 好 我们回到这里啊 看这里 还是刚才这个啊 现在写个inter 这个留着吧 好 这是零几啊 零二 好 下面来一个 接着上面 return零 好 inter的i等于零 inter的j等于 等于零 好 我们来一个 负循环 i等于零 i小于10 i加交 还是刚才那代吗 负循环 j等于零 j小于 10 j加交 好 现在大家看一眼 我现在做一个操作就在于一辅 我直接一进来就要你中断 blake 也就是说我在这里面里你看着我在这里面看着 printf j等于百分号d 好 后面写个啥 j 我想问 我现在一进来在这里面我就 j等于零 我就直接blake了吧 好 那我回来这里 我边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一个能不能执行到 gcc 19 执行不到 什么原因 是不是我一进来你这个已经是j等于零了 那接着永远这个计划执行不到了吧 好 接着这边要注意 它是跳出的是 内循环 所谓内循环是 你看它在谁的内部 最近的内循环 它是属于谁的 是这一个了 好 接着大家看 那我怎么验证呢 你看一眼 我在这里面我写一个printf i等于百分号d 后面写个i 同样代表我来运行一下 你这里面你这个跳出的是这循环 这句话执行不到 但是外面这句话呢 它可以执行到的 你看一眼 gcc gcc 19 0到9啊 那为什么啊 是因为你这个break只是跳出了一个循环 你这一个我外面那个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啊 所以在这里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有多个来嵌它的时候 你看清楚它是在谁的内部 就跳出了一个 那些外面那个是不影响的 你想外面那个没反应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做一下处理吧 如果这个等于5的时候 你可以让它来一个什么 break 那接着你刚才打印它是打印1到9啊 现在只能够打印多少 0到4了嘛 好接着我们看一眼啊 19 19变了 所以在这里面你看一下 所谓内循环你要明白 我现在属于谁的内部 是在这一个循环的 所以这一个就跳出是谁啊 跳出的是 这一个循环 跳出是这一个循环 跳出是这一个循环 得行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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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